你让我约人待会儿 你让我约人待会儿 昨天你跟我说 抓住机会 比坚持梦想难 今天我把这句话还给你 没那么简单 别的不说 就连剧情 现在都没有最终确定 这又什么呀 我们也经常剧本没有定稿 就找投资人啊 只要你阐述清楚 核心价值就行 游戏和剧不一样 不是你随便写一两千字的 梗盖那么简单 除了要有剧情框架 最重要的是要有细节 至少我们还有一天的时间 可以填补细节 这一天 不仅是你的机会 也是我的机会 如果我不能在这个项目上 凸显出自己的价值 那我们公司就不会再跟我许愿 那我努力了三天的编剧梦想 就这样结束了 赫逢 我梦想中的美好处理 已经被你毁了 我不希望你再毁了我的事业 所以 你要坚持下去 别拖我后腿 不然别怪我的拳头 对你不客气 不然别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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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别怪我